用蛋黄酱制作意大利面 与老外分享时 一旦他尝过后 一根面条都舍不得留下 今天物业大爷来敲门 我问他您这钥匙 都是选择午饭时间丢吗 大爷说等会有人送备用钥匙来 但现在没地方去 我说不行 大爷说上次他想去楼上的邻居家坐坐 结果人家说不行 一路之下 他把对方的阳台的围栏全拆了 我说这样啊 烂龄还不赶紧的到我家坐坐 风这么大 寿凉怎么办 进门前大爷不忘信誓旦旦的保证 进门后一坐下 果然遵守了誓言 我问他 您不是说谁吃饭 谁是小狗吗 为了防止大爷 把我家的阳台围栏也拆了 我说吃个饭吧 拉一个全蛋 再拖家带口三只蛋黄 加芝士默默搅匀 锅中加点盐 让面条洗个热水澡 泡澡15分钟后 拉小块的培根 在锅中来个汗针 被逼出油后 加面条再加些面条到洗澡水 搅拌后关火 在锅的体温开始下降时 加入蛋黄搅匀 再撒上胡椒粉后 做成了这道看似独享版 但你做也一样的蛋黄酱 意大利面 从未吃过蛋黄酱 意面的大爷不禁发问 在吃过一口后 一道蛋黄酱意面 吃的物业大爷心满一足 和老外谈论养生之道时 一定要告诉他 喝粥可以养胃 因为当他喝完以后 会觉得很神奇 今天物业大爷来拜访 刚坐下就想送我古董 我说我不要 我回他那你走吧 熬不过大爷的热情 我说最多帮您保管 大爷说自从吃了我做的中餐 镜头十足 回家后觉得大妈的厨艺 就是混日子 他说最近吃中餐习惯了 看见西餐 想想自己这把年纪 才遇见地道的中餐 不禁感叹 我劝大爷 您能否别整得像告别一样 一起吃个饭吧 没啥大不了的事 锅里放些油 虾头油中油 一会儿溅虾油 放些水浸油 水开捞虾头 让大米泡水三十分钟后 坠入锅中油 坐等三十分钟 加入虾尾和香菇 共处一室 来一勺生抽 半勺盐 半勺糖 半勺胡椒粉 赴鱼粥 五味杂成的心情 加一勺花生酱 给鱼粥有趣的灵魂 持续炖煮五到十分钟后 裹入香菜 做成的这道 看似万里挑一 但里做也一样的 鲜虾海鲜粥 从未见过用虾熬粥大意 忍不住发问 在尝过一口后 一道简单可口的海鲜粥 吃得乌野大野直呼 让爱上中文的老外 头次了解鱼香肉丝时 当他吃过以后 并知道这道菜 不是鱼做的 他的表现会很平静 今天物业大爷来拜访 非要送我一袋大米 我说我不要 他说想进来坐坐 大爷说 网上攻略提过 东方文化中 主人帮客人扶着门 就是好客 就着东西方文化差异 他和我聊起了天 瞥见饭点快到 为了打发大爷 我对他说 想走运您要走起来 不走不心 聪明 我对大爷说 老坐在家里不行 老天爷赏的运气 找不到你 出门就找到我 相信我没错的 nice 这一走 送客果然成功 我回来了 大爷说 刚出门 第一个运气 就让他猝不及防 肚子饿了 他觉得这是老天爷 在提醒他 留我这儿吃饭 老天爷 为了奔住自己的走运歪力 我说吃个饭吧 我搞走运 肉丝切条存碗中 放入胡椒粉与生抽 用盐淀粉抓抓松 再加些油腌制中 肉丝入锅两分钟 浅起备好等待中 另起空碗调酱中 白糖盐各半勺 醋料酒生抽各一勺 淀粉和水各两勺 阴阳合一后 酱汁完成 油热后用拇指 弹入葱姜蒜末 用食指推入胡萝卜丝 再下一勺豆瓣酱 炒香后用中指发力 加送青椒木耳丝 再用无名指投入备好的肉丝 小拇指勾入调好的酱之后 做成了这道看似金贵版 但你做也一样的鱼香肉丝 大爷一眼看见了菜里的辣椒 结果吃了两碗以后 一道家常版的鱼香肉丝 让乌叶大爷体验了川菜的魅力 在澳洲用红烧带鼠肉 炖土豆招待澳洲老外食 吃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学几句古诗 当他了解了这首诗的意思后 他会表现得非常后悔 今天遇见物业的 他说前晚开车时 差点撞到袋鼠 大爷说其实袋鼠很可爱 关键肉好吃 所以每个超市都介绍了各式做法 大爷瞬间套出一盒袋鼠肉 说想尝尝宗室的做法 让我做 看我不同意 他说和我败过靶子 应该有求必应 我说大爷您听听 您这靶子败的 像找了张长期饭票 我告诉他说啥都没用 看样子大爷是要继续收物业费了 在大爷的承诺下 我说吃个饭吧 于是我用了红烧牛肉炖土豆的方法 后代的带鼠肉 加料酒焯水去腥 用凉水洗净 葱姜爆香出一锦 洋葱炒香加入肉 放生抽老抽 混合爆炒放土豆 撒糖加水锅炖肉 中火炖煮约20分钟后 撒盐大火收汁翻翻肉 做成的这道红烧带鼠肉炖土豆 物业大爷看见我用土豆配带鼠肉 吃过以后 一道红烧带鼠肉炖土豆 吃得物业大爷说出了压箱底的话 炒香叙叙 烤拉肉 yummy yummy我还要来